日本自由民主党新总裁石破茂将于10月1日接任首相 组建内阁并已开始谋划人事布局 据日本媒体分析 石破茂上台后面临团结自民党 迎回国民信任的艰难挑战 日媒分析 虽然石破茂在首轮投票中 仅获得46张自民党籍国会议员票 但是在决胜轮中得到前首相菅义伟 和现任首相岸田支持 这两名党内大佬 只是各自阵营的议员将选票集中投给石破茂 使后者所获国会议员票 一举跃升至189票 从而击败 达到173张国会议员票的 现任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高市早 可以说是菅义伟和岸田在幕后联手 击败了主导过往数届总裁选举的 党内最大势力安倍麻省联盟 把石破茂送上总裁宝座 朝日新闻28日在一篇社论中说 今年秋季预计将举行众议院选举 此前因黑金丑闻失去国民信任的自民党 将重获国民信任的重任 寄托于石破茂身上 不过由于石破茂与高市早苗 在决胜轮中得票相当接近 党内几乎分为两派 能否团结党内力量 清除击毙并让自民党重获国民信任 这对石破茂来说是一个难题 有专家分析认为 黑金丑闻爆发以来 日本国民对自民党的政治信任 急剧下降 虽然岸田等自民党高层 为平息民怨 纷纷解散所属泰伐 以转移国民注意力 然而泰伐政治 是自民党自1955年 接党以来的前规则 此前也不乏基于意识危机 而解散了先例 其后随着国民关注点的转变 泰伐又会重整旗鼓 卷土重来 对于即将走马上任的新首相来说 当务之急 是积极推进政治改革议程 增强政治资金使用的透明度 进而重拾国民信任 才会在上台后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时 站稳执政脚跟 此外石破茅上台后将面临的诸多挑战 还包括民生问题 岸田政府提出的经济政策一度备受诟病 8月5日 日本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一 日经225指数暴跌超12% 引发民众对日本央行7月底收紧货币政策 和日本政府宏观政策的批评 近期日本还遭遇自1999年以来的首次大米供应危机 大阪府官员呼吁中央政府尽快投放储备米 以缓解供应紧张 却遭到拒绝 随着米荒持续 哪里可以买到大米 已成为日本多地民众热议的话题 人口问题也是日本民众普遍关心的问题 据日本总务省7月24日公布的统计数据 截至2024年1月1日 不计在日本居住的外国人 日本人口总数约1.2156亿 较上年减少86万 连续15年减少 创1968年由统计以来最大跌幅 数据显示 同一统计年度内 日本出生人数创历史新低 死亡人数创历史新高 日本朝日新闻分析 日本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是 人口少死化和老龄化进程加快 从年龄段看 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口有3571.2万 占比29.4% 老年人口持续增多 15岁至64岁 劳动人口为7174.1万 占比59% 劳动人口持续减少问题严重 因此人口问题 也将成为未来日本新政府的严峻考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或比570106-123-3137-156-1006-123-137-237-256-137-256-137-156-137-156-177-266-138-156-177-248-157-256-167-267-137-156-166-137-256-147-196-147-168-157-196-157-188-157-157-177-167-207-187-183-157-167-157-167-18-157-16-8-157-167-177-167-187-167-177-238-168-157-182-157-197-187-187-178